好消息 台北市立即美女中 拔河队G14号摘下了亚洲杯 室内女子500公斤组的冠军之后 完成了亚洲三联霸 现在又在接再厉 在室外女子540公斤组再传捷报 多下了亚洲杯室外拔河队首面金牌 再加上来自南投的中华男子代表队 也获得了室内600公斤 还有室外600次公斤的金牌 算一算 台湾这次真的超猛的 共勇夺五面金牌 南华赛事 几乎是全部的金牌 统统都被我们台湾给包了 用尽全身力气 金美女中拔河队亚洲杯金牌战 出战地主强敌蒙古队 一不小心跌倒重心不稳 赶快重整旗鼓 今日局金美女中选手差一点就要输掉 因为这场比赛全由高一高二学生 上场 队员用意志力拼了 长达一分多钟交锋选手展现苦练成果 这一片加油声中最后逆转胜 场面观众挥舞国旗兴奋的尖叫拍手 在这个地方台湾出镜了风头 因为像昨天我们连续听了三次国旗队 最风光的一天 保持志气的荣耀 金美女中在室内五百公斤 及室外五百四十公斤 及男女混合五百六十公斤 组一举拿下三面金牌 而南投高中在室内六百公斤 及苦战蒙古拿下冠军 队员在二月夺下世界冠军后 先减重再增肥 三连霸的背后充满心酸泪水 犹如南板志气 记者陈广瑞许家是台中裁缝报道